現在在北投的溫泉業者 是推出了住房送月餅 除了泡湯還能享用的是龍蝦大餐 訂房已經滿到九成了 而另外一家他們推出的是個人湯屋 要吃美食也是有紐約客牛排 連假期間這客房幾乎是晚售 牛奶色的溫泉緩緩緩流出 瞬間霧氣繚繞 這裡是最接近北投大黃嘴的第一泉口 所以溫度濃度都是恰到好處 15坪大的房間由101大樓的設計師李祖元打造 木質調的設計融合食材和鈦金屬 產液又典雅 中秋連續假期到來 來泡湯放鬆一下疲憊的身心靈 外皮酥脆的蛋黃酥一刀切下 露出鹹蛋黃做成的布雷內餡 有別於傳統的蛋黃酥 中秋限定只送不賣 是逢中秋節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主廚手工的月餅 來做客人的迎賓禮 其實大概目前的話已經達到九成了 熱騰騰的牛肉湯 倒入加熱後的食碗白淹四溢 就連食物都像在做桑拿 視覺味覺都很享受 通體紅亮的波士頓龍蝦 淋上辣豆瓣醬做成的特製醬汁 口感微辣又帶有奶香 泡完溫泉來點美食佳肴 更是撫慰人心 乳白色的美人湯 慢慢地把浴缸填滿 全質清澈透明 另外一家溫泉業者 房間走簡約欧洲風 泡完湯還可以來點牛排大餐 泡完溫泉 肚子一定會特別餓 這時候來點熱騰騰的餐點 像是這道巴昂斯的紐約客 一定會特別滿足 巴昂斯的紐約客煎到滋滋作響 一刀切下露出紅寶石色澤 吃起來外酥內嫩 口齒流香 橘紅色的鷹嘴豆櫻花蝦濃湯 得花一天的時間烹煮 口味豐富濃郁 我們住房的話其實 現在禮拜六 禮拜天 是禮拜一 三天幾乎都趨近於滿方 因為疫情悶了好久 中秋連續假期 做好防疫放鬆一下 東森採電新聞 劉子彈林浩宇 台北報導 歡迎回來 緊接著是四天的連假不開盤 但是每年的中秋節連假之前 大家都討論說 中秋會不會變盤呢 因為台股最近這觀望的氛圍 真的是非常的濃厚 在今天中廠是翻黑下跌了一點 不過最近外資Morgan Stanley 倒是開出了第一槍 市警說晶圓代工廠在第四季 恐怕是會有砍單效應 可是現在他們又發出一個最新的報告 甚至是點名 台積電已經被兩大客戶 包括了蘋果還有聯發科來砍單 但是現在市場的專家不太認同 又掀起了多空論戰 筆電電視等需求放緩 庫存壓力大增 讓外資Morgan Stanley開第一槍市警 第四季開始晶圓代工廠 可能會有砍單效應 還店名老大哥台積電老早就被砍單 大墨直指了台積電兩大客戶 蘋果聯發科已經分別針對5奈米 還有7奈米做出砍單 還預估台積電第四季營收 只會激增5%低於市場預期 投資平等維持中立 市場晶片依舊短缺 但大墨認為這是因為下游廠持續超額下單 馬來西亞廠9月產能利用率又只有47% 11 12月改善後可能就會有一波調整潮 不過市場專家有不同看法 新產品的部分其實依然還是非常的傾俏 晶圓代工的主管甚至有跟我們放話就講說 如果誰敢在第四季給我出現砍單的話 你2022年就不要拿到任何的產能 不管是先進製程 甚至於說非先進製程8吋晶圓 實際上其實本體上面來講 出現鬆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不守外資報告利空打擊 台積電17號股價一度上漲10元 可惜最後一盤人不敵空軍2萬張 大單壓進到平盤 連帶台股從大漲與白點到小跌1.91點做收 不過專家依舊看好 中秋節後台股走勢 8月27號算起到目前為止 外資買超台股1400多億 平均成本大概17400點 它應該是拉高 來做這個獲利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第三屆的獲利數字有可能又創下歷史新高 迎接光輝10月的行情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看看近15年中秋節後5日 台股平均上漲機率達到87% 平均漲幅1.7% 盤面類股輪動快速之下 專家也點名像是平盖股 內需型營建金融還有原物料 鋼鐵部分塑化等 接下來都有機會單鋼盤面主流 東三財經新聞柯黃明葉子晶台北報導 台灣的第一支咖啡股在今天新貴掛牌了 這是本土的咖啡龍頭路易莎 當時他們掛牌的成交價是118元 可是在今天一掛牌股價竟然飆破了200元大關 最高來到了209元 第一天股價就狂飆了77% 而大家就很好奇這個本土的品牌 到底是怎麼樣花13年的時間打敗了龍頭 國際大品牌星巴克呢 你看其實路易莎他在這幾年瘋狂的展店 而且他現在全台灣的店數已經來到了524家 星巴克大約是500家 而這85度C是440間 所以現在路易莎可以說是本土的龍頭寶座 而就在昨天他們其實也公佈了2020年他們的營收 營收是超過了19億元 而且毛利率是來到了53% EPS每股的稅後盈餘是9.29元 不過大家就很好奇 其實路易莎為什麼敢在危機入市呢 選在這個時間點來掛牌 因為有這波疫情 其實讓很多餐飲店的老闆 真的是心驚驚 很多店都是倒閉啊 關的關 路易莎選在這種時候 反而是拓點20間 而且包括了清大校園啊 萬華老社區啊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他們自己就有講 其實他的策略是一間大店配一間小店 因為這是不同的客群 而且他們這個照片當中就是他們自己的這個烘豆茶 他們自己呢不是跟外面的人合作 拿別人的東西 而是自己有烘豆廠 麵包廠 烘焙廠 餐食廠 甚至是物流中心 而這個董作他自己也有講 他們有一個叫做大膽的插座經濟學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路易莎的客人啊 有七成都是40歲以下的客戶 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他們就很大膽 曾經在一間店試驗 把這個兩人坐的沙發 就換成一個插座的大桌子 竟然發現說 這間店啊 這單月營收換了之後 竟然從45萬 飆上了80萬元 也就是靠這樣子獨特的心法 登上了觀光股的股後 現磨咖啡飄出香氣 連鎖咖啡路易莎 登陸新櫃第一天 股價也一飛重天 以每股118元 登陸新櫃的餐飲股新兵路易莎 17日一開牌呢 就直接上演IPO的蜜月行情 是直接站上200元大關 成為餐飲股後 路易莎闖進資本市場 要打國際杯 除了全台524家門市 已經遙遙領先 星巴克和85度C 海外現在泰國 也開四間 接下來進軍東協外 目標兩年內 要再插起美國 以台灣現在一個人 一年喝200杯咖啡 跟歐美或是日本比起來 他們都是500多杯 甚至1000杯 還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咖啡市場 只會越來越大這樣 擴大經營規模 但前提也要能打進消費者 路易莎品牌定位 夾在超商低價 星巴克高端中間 剛好補上市場空缺的 50到100元價位 不同於星巴克餐食 是從冰箱拿出來回熱 路易莎是自建烘焙麵包廠 日日現做賣熱壓吐司麥克頌 至今就佔營收至少四成 因為它平價 然後又 我覺得吃的也蠻好吃的 價格上路易莎是可以常去 可是它星巴克可能去一次 路易莎可以去兩三次 相對便宜是優點也是弱點 因為論營收 路易莎只有85度C的一半 更只有星巴克的五分之一 如何拉高客單價就很重要 路易莎的角度 當然本來是從咖啡都起家的 所以呢 能不能做更多B2B的市場 這個能夠擴展 除了所謂B2C以外 更大的這個營業收入 那B2B就會更穩定 而且客單價更高 路易莎花13年 過關斬將 登上龍頭寶座 但黑金市場經營真大 要如何做得穩 還有考驗 動森肯定新聞 許金友 洪沛宇 特別報導 裝出連假想要玩電玩 對大陸的年輕人來說是 不可能 因為現在出現了 電玩紅衛兵 這真的是非常誇張 我們幫你找出來 這是最新的平台 它叫做遊戲企業 防塵迷落實情況 舉報平台 這在中國大陸已經上架了 雖然它在這上面寫說 試運行 可是我剛剛今天嘗試了 它的確是已經可以進去舉報了 而且它舉報分為這種三大項目 第一個是實名認證 再來是時段時長 再來是充值付費 也就是說從遊戲公司 到電玩的個人 這全部的人都可以舉報 點進去之後 還有這樣漏漏燈的一個表單 這上面就是點了這個時段時長 你就發現它去舉報 竟然還可以分這三種狀況 第一個是你不是在五六日 還有這法定的節假日 像是中秋節 八點到九點的時候提供服務 或者是你超出了 他們一小時時長的限制 甚至是其他的違規狀況 你全部都可以在這邊舉報它 而且這舉報的 你還要附上你的身份證 電話姓名 雖然它下面有一個彈書 小小一行就說 他不會公布你是誰 但是大家說很難講 而這舉動 當然騰訊現在就講說 他們現在中秋假期 也祭出了限晚令 要來配合國家的政策 所以騰訊就說 明天9月18號 這是調整上班日在中國大陸 所以這未成年的人 是沒有辦法進入遊戲體驗的 所以您現在看 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管制 是越來越嚴格 越來越擴大 甚至出現了紅衛兵 要全民來抓舉報 在這個狀況之下 騰訊當然是重挫了 它的市值疊出了 全球市值前十大 我等一下舉報你 你小學生不能玩遊戲 知道嗎 中國大陸上個月 實施青少年的電玩禁令 限制未成年 每週只能玩網路遊戲三小時 現在竟然還推出舉報平台 被說根本電玩紅衛兵 一點進去平台 就可以看到三大主要違規項目 實名認證 時段過長 還有充值付費 除了舉報人的基本資料外 舉報訊息中還有違規項目 相關遊戲公司名稱 以及下載管道 就是要來收集各企業 防沉迷的弱勢狀況 普加新聞出版處有關負責人 互同多個部門 對騰訊 網易等重點網絡遊戲企業 進行約談 針對未成年人 沉迷網絡遊戲 要實行嚴格管理 另外要加強網絡遊戲 內容審核把關 為了加強未成年防沉迷政策 中國遊戲廠商騰訊遊戲 16日再度發表聲明 要在中秋假期時間 繼續執行線玩規定 每天只能在晚上8點到9點時 登陸遊戲 而9月18工作日 则不能玩 今年真的是騰訊最慘的一年 股價下跌 接近兩萬億 先是騰訊音樂獨家版權問題 被反壟斷調查 接下來是騰訊的主義業務 騰訊遊戲被監管重錘 未成年人 每週只能玩三個小時遊戲 政策一出 又有一大波未成年人 跑去向騰訊退款 隨著北京監管大機 持續擴大網絡巨頭 騰訊股價重挫 市值5520億美元 跌出全球市值10大企業 也是繼阿里巴巴之後 跌出排名的中國企業 這也意味著 中國自2017年以來 首次沒有企業 在前10大公司之內 監管活動持續深化 也打擊中國相關遊戲產業 東森財經新聞 鍾宇瑞 副宜文綜合報導 所以現在從線上遊戲 補教 網路平台 這些行業 全部都大力監管之後 接下來這是醫療美容業 因為最近他們就說 這被指責是製造容貌焦慮的 罪魁禍首 每個人整形之後都變得很美麗 所以不漂亮的人 他們就開始焦慮了 從7月開始 這大陸的三大上市醫美公司 市值是下跌了三分之一 總計蒸發掉了超過170億美元 所以很多的投資人 現在就很擔心 北京下一個行業的監管對象 就是醫療美容業 幹嘛呀 還搶人手機啊 來 包牆 包牆 你覺得你給我做什麼麻煩 我會讓你活著 你開起來嗎 被搶手機的是大陸山東 一家醫美診所的客戶 因為手術失敗上門投訴 沒想到卻被穿白衣的 診所女醫師恐嚇 大陸醫美糾紛層出不窮 根據媒體報道 至少有8萬家醫美單位 是沒有執照的黑公司 全國醫美機構當中 80%都是黑醫美 都超過了8萬家 而且呢 即便在合法醫美機構當中 也有一些存在超範圍經營的現象 也因此醫療美容業 近來成為大陸輿論指責焦點 是製造容貌焦慮的罪魁禍首 也成為北京官方下一個整頓目標 今年7月開始大陸三大市上市 今年7月開始大陸三大上市 醫美公司股價硬升下跌 市值跌掉了三分之一 蒸發於170億美元 在美國上市的一家大陸醫美科技公司 今年的股價竟然下跌一半腰斬 急得財務長出面澄清 但似乎沒用 這幾週大陸醫美股 依舊是綠油油一片全面跌停 大陸專家都不看好醫美股的前途 醫美這個大火的賽道 昨天熄火了 這個板塊當天的市值蒸發了600多億 有位同學是以1100多元買的愛美客 郁悶地問我有沒有解套的機會 我說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由於亂象頻傳 看來即補教業 線上遊戲 網路平台等行業之後 醫美業恐怕將是大陸官方 下一個整頓目標 東新聞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臨時報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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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